哈喽 欢迎大家回到news8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每个礼拜四周四的行销专题 在我们线上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汪汪华 嗨 凤馨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来 今天你注意到了什么样子的社会现象了 叫做免费行销 听起来蛮诱人的对不对 对 免费啊 对 为什么讲这个呢 因为这个礼拜二的新闻啊 哇 都是电信产业的新闻 这个中华电信啊 宣布他为了要纾解他这个3G上网的流量压力啊 他现在要提供这个特定方案的用户 免费使用他的WiFi无线网路的服务 免费 这个关键字就吸引到我了 然后这个同时我看到远传他也加入了 他说那这个用户啊 使用特定的上网自费方案呢 网内护打 通通免费 而且还不限时间以及人数 嗯 我就看到 都在拼免费 都在拼免费了 哇 这以前是拼打折 现在拼免费了 然后就想说 免费是要探索 你问到关键了 所以我就研究一下才发现 耶 现在免费真的变成最新的行销手法 我们今天就把厂商这些免费行销的模式分成三类 跟听众聊一聊 哦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当然就消费者来讲 免费是好康嘛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这个赔钱的生意是没有人要做 撒头的生意有人要干 对不对 为什么能拼免费 免费只是我们消费者听起来看起来觉得免费 他实际上还是有在收费啊 只不过我把它分三大类 看看厂商怎么分收费啊 第一类叫做延迟收费 就是不要急 不要一开始就去收费 这个例子在各行各业其实为时已久啊 我举个例子大家就可以反应过来了 第一个 哦 印表机办公室都有吧 对不对 那印表机好便宜啊 那么大一个机子 一两千块卖你 他赚什么 他赚那个 那墨水钱 对 对不对 你那个墨水 卡夹墨水很贵耶 那墨水夹一两千块啊 对 那你用这印表机 用两三年 你每隔三四个月去换一墨水夹 他就赚回来 所以你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 他实施延迟他收费的时机 所以他赚那个耗材的钱 对 对不对 刮胡刀 男性用的刮胡刀 不讲那种可抛式的 那种不可抛式的刮胡刀 这个生产最大公司叫吉列公司 那他曾经在美国做过很大的促销 他跟企业合作 他把这个刮胡刀免费送给企业 让企业作为员工的赠品 你现在他赚什么 刮胡刀的耗材 赚刀片 刀片啊 那个 刀片有那么贵啊 刀片很贵啊 好 然后那年轻人现在在玩的线上游戏 线上游戏的收费模式也经过一番变化 有没有注意到 一开始 这个我真的完全不懂 对 你回去问你女儿就知道 好 十年前啊 你想玩线上游戏啊 你得缴会费 现在啊 几乎所有的线上游戏都不用缴会费了 免费让你玩 免费让你玩 那赚什么的 对啊 他就吸引你玩了之后 你越玩越投入越玩越投入 到了某一关卡之后 你就要买虚拟道具 或是线上宝物啦 对 好 他们在那边砍砍砂砂的过程 什么挥甲啦 然后又是什么 又有一个什么武器啦 什么的 都是要钱的 对不对 是啊 延迟收费 甚至最新的产业啊 这个电动车 大家知道 有一些国家 像美国 以色列 现在发展电动车 将来这电动车 有一家公司叫Better Place 现在是领导地位 他说 未来电动车 我便宜卖给你 我一台电动车 可能台币30万就卖给你 那当时要赚什么呢 赚你后端电池的钱 哦 这样子 对 一部电动车 其实电池的费用 我曾经问过厂商 真的是最贵的 是不是 如果是电动车 因为它的马达跟那个控制器 其实就算 那控制器就等于是一个电脑嘛 对啊 没有花那么多的钱 嗯 所以其实所谓免费 或是低价 如果我们就整个顺便 你周期来看你会发现 啊 厂商还是没有赔钱的啊 嗯 因为它只是延迟了收费的时机而已啊 嗯嗯 好 所以第一个是延迟 这这我们其实周围常看到 对 比如说你这个公司如果 嗯 同事们喝咖啡喝得多 嗯 咖啡机厂商就会提供你免费的咖啡机 你这个例子许的太好了 可是你必须 那个那个材料 比如说是咖啡粉 或者是 嗯 它可能都是咖啡球这样子 对对对对 你就要跟它买 那贵啊 嗯 是不是 对对对 这个例子太多了 所以这给我们大家其实就是在收费的时候不要太僵化 你不要一定要在前端卖给人家很贵的价钱 让人家没有办法下手 你用低价甚至免费吸引人家入瓮之后 你接下来再慢慢赚了 嗯 好 这是第一种 嗯 好 那第二种呢 我把它归纳成叫做主体便宜 然后周边收费 嗯 好 什么意思呢 我举一个航空业的例子 现在在欧洲啊 有一家低价航空把所有的主油航空 什么法航啊 英航都打得很惨啊 这家公司 爱尔兰的公司叫做 Ryan Air R-Y-A-N 嗯 伦敦到巴塞隆纳只要20块美金的机票费啊 什么 没错 600块不到 是 巴塞隆纳在西班牙呢 是 从英国的伦敦到西班牙的巴塞隆纳 而且巴塞隆纳好像是在西班牙的比较南边呢 没错 你想说 哇 天哪 这比台北到高雄的高铁费还便宜啊 那他怎么赚呢 这就是典型一个主体便宜或免费 然后借由周边来收钱的 哇 那他的周边是什么呢 哦 周边 他周边能收什么钱呢 你想想看 你在搭乘飞机整个的过程之中 还有什么周边服务是你需要的 他就想办法从那些服务中来跟你收钱 比如说你搭飞机每个人一定会带什么 手上会拎什么 行李啊 行李 哈哈 托运两件行李三十块美金 什么跟什么啊 机票才二十块 托运两件行李三十块美金 那我如果戴在手上要收费吗 你戴在手上不收费 你托运才收费 可是你看那么长的行程 大家难免会有需要 对从英国到西班牙嘛 是啊 大概不会当天来回嘛 是啊 好 上了飞机 哎呀 好热啊 好渴啊 想喝个饮料啊 一杯水 三块半美金 什么啊 真的吗 哦 你想优先登机吗 你不想等待吗 优先登机全 四块美金 所以我这样零零种种加总起来 我可能搭这一趟 最后可能还是要花个大概一百块美金吗 你看看 搞到最后啊 其实那位机票钱也差不多啦 便宜一点 但没有便宜那么多 对不对 所以这叫做主体便宜啊 让肖瑞泽很有信 感觉免费 但实际上面 我做任何事情都要收费 对呀 这很像旅行团 低价旅行团 他告诉你说 这个很低价 但是呢 你到了这一个游玩地点之后 每一个地方都要付费 每一种 每一个景点都要付费 当然你也可以坚持白忍 不去喝那个水 不去用那个托运行李 但是能够这样做到人 那是不健康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哈喽 欢迎大家回到 NEW SHOBA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鑫 每个礼拜四周四的行销专题 王文华今天要来谈免费这个概念 怎么去使用它 刚提了两种例子 一种是延迟 那么就是我也许一开始的时候 送你一个机器 或送你一个什么东西 或送你一个游戏 但是你接着要玩这个游戏 所有的宝物都要付费 就类似这样的状况 第二类是 也许我主体非常的便宜 飞机票很便宜 可是喝杯水也要钱 然后呢 这个运行李也要钱 然后提前登机也要钱 什么各方面通通都要钱 那这个是主体免费 但是把周边的费用 全部都大幅度的提高 这是另外一类 还有哪些 第三大类 我把它称为叫做选择性收费 就是他收费的对象 未必是直接获益的消费者 我们回到刚才这个Ryan Air Ryan Air除了直接跟消费者收费之外 他还向第三方收费 来增加他的口袋 他向谁收费呢 我们坐飞机 在那边哪里也不能动 对不对 眼睛只好盯着前面 那个座椅的背后的 那个荧幕对不对 Ryan Air就想说 那我得靠这赚钱 我怎么靠这个赚钱呢 如果我不跟消费者 收这个看电影的钱的话 我至少可以跟厂商 收放广告的钱吧 所以像以前是那种 游览车前面不是就有个椅套 就是那个座椅 不是有一个头套吗 对啊 它上面就会有那个 这个厂商的logo 或者是名称 那它不是用logo 或者是像很单调的 它就变成一个荧幕 那不就变成放电视广告了吗 对啊 所以它就除了收消费者的 机票钱之外 它可以跟厂商收广告费了 所以这叫选择性收费 叫做第三方收费 这选择性收费 其实历史悠久 那个我们大学时候去舞厅跳舞 其实就已经感受到它的威力了 好 特别是奉行 我相信你是受益者 我是受害者 男生去舞厅要收费 女生去就免费 Ladies Night 尤其是Ladies Night 是不是 这典型的选择性收费 就是说 我针对某一个族群 我不收费 我让他进来 但是我深深知道 这群族人进来了之后 会让另外一个族群 愿意乖乖掏钱 也进来 尤其如果说 现在就搞一些party 有没有 对 可能就弄一个什么 比基尼party 哎呦 哎呦 看什么玩笑啊 那多少人 就为了比基尼要去啊 对不对 真的 对 所以这选择性收费的比资 所以你看 在选择性收费 很多公司玩得越来越有趣了 现在在日本 东京的元素啊 有一家店 很受年轻人的喜欢 这家店的店名 叫做Sample Lab Sample就是试用品 对 样品 对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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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实验室的意思 样品的实验室 哎 什么意思呢 哇 他这个每天呢 挤得不得了 然后呢 年轻人去 每一次可以拿走 我说拿走 我不用付费的哦 五种免费的试用品 哎 这不是小小包那种杂志里面夹的那种哦 这是五十块美金的电玩游戏卡夹哦 所以他都是蛮值钱 蛮实在的东西哦 那 免费 你拿 五样 每个人都拿 这件是还存在吗 对啊 已经投了吗 想想看说 那他怎么收钱呢 他如果不跟中级的消费者收钱 他怎么收钱 他其实就是跟第三方的厂商来收钱 就你要放样品到这边来 你要把样品放在我的架子上 你要付 上架费嘛 是不是 这个上架费还比较容易了解 他有一个更妙的就是说 因为我这边人潮很多嘛 对不对 然后我让这些年轻人拿这些东西 那我规定这年轻人 如果你要拿我的东西 你是不用钱 但是你要帮我填个问卷 这个重要 这等于是付问卷费嘛 对 他填个问卷之后 他就可以回头把这个问卷的资料 卖给这个厂商 哦 就是他去做收集资讯的工作 然后把这个资讯卖给厂商 这跟现在做收视率调查 做销售量调查的服务都非常相像 这其实最早期就是你像卖报纸 其实报纸很便宜啊 嗯 但但报纸是去收广告费 哎是不是 所以他尽量便宜的目的 只是为了他的发行量变大之后 然后广告商愿意在他那边登广告 对 类似这样的 所以如果你你充分运用这样的概念的话 其实消费者确实可以享受到很多免费 对 只是他是被广告的对象而已 现在网路媒体也类似 对 他不对消费者收钱 他跟广告商的钱 所以怎么样去运用免费这个概念 然后去创造你的另外一波商机 这是很多人可以动脑筋的咯 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老朋友王文华 谢谢 谢谢